普天之下,每个女人都会经历一种痛,生育之痛,男人最多只能承受45单位的痛苦,女人分娩时,承受的痛却达到57单位,57单位,得痛到底有多痛呢? 形象的说法,就是相当于20根肋骨,同时被折断,见过生孩子的男人,一定会庆幸自己不是女人,男孩子们不仅现在要爱妈妈,以后也要好好疼爱老婆,对女人来说,生孩子是一时之痛,若不会生孩子,那将是一生之痛。 林花和丈夫已婚五年,一直没有孩子,也曾怀过三次,不知什么原因。 都留了,那些嘴碎的人,暗地里说林花是一个公子哥,对于闲言碎语,夫妻俩倒是没放在心上,不过,婆婆的闲言碎语可就不同了,婆婆绝不是一个善类,每次遇到林花,总是像遇到仇人那样,咬牙切齿,怒目而言。 每次遇到婆婆,林花总是低着头,不敢直视,前些天,娘家有些事情,让林花过去帮忙,林花一走,婆婆急忙,把儿子拉过去,揪着耳朵说道,不成器的猪儿子。 你老婆五年不会生育儿子,你老婆五年不会生育儿子,你还留着那个无用的公子哥干什么?为什么不早点离婚,也好再寻找有缘人? 丈夫与林花的感情很好,嘟了嘟嘴,说道,林花是我的妻子,她的不孕不遇,一定能医好。 婆婆怒了,大声骂道,林花才是你亲娘。 你个没良心的儿子,你那个撒媳妇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,竟然帮着她顶你妈,气死我了,滚回去,老娘不想见你。 丈夫站起身,告别母亲,黯然神伤,回到家里,躺在床上,思绪挽签。 其实,对于林花不会生育,自己还是有想法的,只因不忍心伤害善良的妻子,所以一直埋在心里,什么话也不说。 再来说婆婆,儿子一走,婆婆气得自言自语,不成器的猪儿子。 我怎么会养着这种不成器的猪儿子? 不成器,不成器,生了一阵闷气,一跺脚,心生一个歹毒计,过了两天,林花从娘家回来,俗话说,小别圣新婚,妻子回来,丈夫高兴得不得了,晚上小两口又亲又热,扎实快活了一番。 时间过得真快,眨眼就到了深冬,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川河流,美丽极了。 这样的大雪天,除了在家里玩耍,还能做什么呢? 旁晚,婆婆做了一桌好菜,备了两瓶好酒。 把儿子儿媳叫来,说道,咱们一家人,好长时间没聚在一起高兴了,今晚大雪,也没什么事可做,咱们好好高兴一晚。 公公也很高兴,说道,咱们是一家人,早该这样了。 婆婆拿出酒中给丈夫,自己,儿子和儿媳道满酒,婆婆突然对自己那么好,林花全身不自在,林花站起身,要帮婆婆做事,可婆婆说道,今晚没外人,以前是我嘴碎,是我不好。 林花原本就很善良,听婆婆这么说,心里很是过意不去,说道,妈妈,这不怪你。 一家人喝了半赏,都有几分醉意,林花觉得头昏眼花,想要先回去,婆婆说道,我送你去。 说着,站起身,提起一个燃烧的火炉,天气冷,烧个火炉暖和些。 刚到家,林花倒在床上呼呼睡去,婆婆露出凶恶的眼神,走到窗前,把窗户关的岩丝合缝,留下燃烧的火炉在床前,关上门就出去了。 回到家里,婆婆不停地给儿子倒酒,直到把儿子灌得不省人事,婆婆把儿子放在沙发上,拿出一床被子盖好,哀叹一声,道,林花,你不要怪娘,娘也是没办法。 次日,雪依旧下个不停,丈夫醒来,只觉得头疼得厉害,她慢慢回到家里,见林花还没起床,就大声喊道,林花,媳妇,该起床了,屋里没有回声,她走进卧室,只见妻子脸色苍白,卧在床上一动不动,她急了,扑过去,抱起妻子,喊道,林花,你怎么了? 了?媳妇,你快醒醒呀。 林花没有动静,连呼吸也没有了,丈夫抱着妻子,痛哭不已,婆婆和公公听到儿子的悲痛声,急忙跑来,问道,儿子,怎么了?出什么事了? 丈夫悲痛说道,林花死了,林花死了。 林花的死讯很快传遍村子,乡亲们都跑来看究竟,婆婆哭着对乡亲们说,昨晚,林花在我家吃完饭就回去睡觉,当时她怕冷,把我家的火炉提走了。 我亲自送林花到家,临走时还特别交代,如果火炉放在卧室,一定要开着门窗。 我可怜的媳妇,没想到,我刚回去,她就把门窗关上。 这不,发生一氧化碳中毒,哎呀,我可怜善良的儿媳妇,林花死于一氧化碳中毒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煤炭中毒,其实,婆婆的话几乎没人相信。 就连她的儿子和丈夫也不信,哎,人世间什么最可怕,人心比什么都可怕。 林花下葬当天,婆婆突然被鬼魂附身,疯了,见人就说道,我是林花,我死得好惨,我不甘心,我死得好惨,我不甘心,我是被婆婆害死的。 村里人知道事情内幕,纷纷说道,好歹毒的婆婆,就算儿媳妇不会生育,也不至于弄死。 大不了离婚,第二天,婆婆疯得更严重,不停地自打耳光,一直不停地说,我是林花,我死得好惨,我是被歹毒的婆婆害死的。 我是林花,我死得好惨,我是被歹毒的婆婆害死的。 中午,疯婆婆跑进鸡圈,抓起一只鸡,一把扯掉鸡头,像疯狗一般,撕咬着吃起来,弄得满身是血,满嘴是鸡肠,鸡屎,那种场面实在惨不忍睹。 现在是深夜,我坐在电脑旁边,接下来的时间,我讲一个故事,这是我的亲身经历,也许这并不算是一个鬼故事,可是,也许它能够让你们醍醐灌顶,毕竟,人活着一辈子不容易。 而且,父母养我们一回也不容易,我从小就出生在农村,我是个独生子,而我的家庭条件十分的贫苦。 到了我十八岁那一年,我在心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 是的,没错,我要远离这里,远走他乡,我要到大城市去闯一闯,我的父亲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,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,也许对于我来说,这辈子永远也抱不完他对我的恩情。 就在我走的那一天,空中下起了小雨,我在村东头等客车,母亲也站在我的旁边,可以看得出,这么些年了,她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了,随着客车缓缓地驶来,我毅然抉择地走了上去,这时候,默然回首间,母亲早已泪流满面,可是,为了不展现出我心中的脆弱。 我没有再回过头去,来到大城市的时候,我很不适应这里,因为,人们的节奏太快了,不仅如此,商品价格也十分昂贵,而且,我的身上也没有多少钱。 刚开始的时候,我在工地上给人家搬砖,由于我特别的能干,而且也十分的雄壮,我干的活最多,包工头对我格外的关照。 所以,在所有的工人里面,我拿到的工钱最多,可是,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,虽然薪水还不错,但是太累了。 每次到了夜晚的时候,我在睡梦之中,总能看见一道身影,那道身影模模糊糊的。 我不知道究竟是谁,总之,一连接下来的几天,我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差。 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远方的天际不断地闪现着雷鸣闪电,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,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中。 这一次,那道身影终于出现在了我的面前,可是,我却惊讶无比地发现,这是我的母亲,只见她全身都往外流淌着鲜血。 不仅如此,她的脸色也十分地苍白,我感觉她就像死了一样,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心中猛地咯噔了一下子。 虽然我是在睡觉,可以看得出,我的眉头已经紧紧地皱在了一起。 母亲的身影渐行渐远,最后,一点一点地消失在了我的模糊的视线之中,随着一道凄厉的惨叫之声地传出,我一下子从睡梦之中惊醒了过来,不知道为什么。 这一刻,一股极度不安的因素涌进了我的心中,母亲没有手机,而且,通讯也十分地不方便,可是,我的心中就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,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 逼不得已之下,我请了假,并回到了自己的家中,可是,等我回来的那一刻,映入在我面前的竟然是死去的母亲,她的尸体静静地躺在棺材里面。 墙壁的正中央处挂着一幅黑白色的相框,看到躺在棺材中的母亲,这一刻,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那种痛苦,我一下子跪倒在了地上,握紧了母亲冰凉的手,村民们也都已经离去了。 随着时间再一点一点地过去,终于,黑夜到来之时,天空沦为一片黑暗,我就这样静静地坐在棺材的面前,守护着自己的母亲,我是一个畜生,我连狗都不如,我为了赚钱,为了拼命干活,竟然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母亲,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,母亲毕竟已经死去了。 而这也给了我一个沉重的打击。 下午,风婆婆忽然拿着家中踩刀,逢人就砍,逢物就剁,一连砍伤两个大人,三个小孩,还把村里的狗砍死五只,风婆婆抓起砍出的狗肠子,满把满把往嘴里塞,见着无不恶心呕吐,村里人怕殃疾无辜,吓得躲在家里,不敢出来。 那风婆婆也不肯罢休,用石头去砸门,风婆婆的丈夫拿着绳子和扁担,准备把风婆婆捆起来,关在家里。 可是,那风婆婆抬起菜刀,就往她头上砍,没办法之下,只好用扁担把风婆婆活活打死。 凌花,因为不会生孩子,而被婆婆害死,婆婆被凌花的鬼魂附身。 也落得个不得好死的下场,好好一家人,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,实在不应该。